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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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可能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再容納最後一個問題 請現場的朋友提問 然後我待會也會同時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讓陳博士做一個總結 對 這位 黑外套的小姐 對 請說 我姓肖 我的問題非常Low-Tech 我本來對天文這些科學都沒有什麼興趣 一直到大陸它發射嫦娥衛星探月 然後他們把那個月球車叫做玉兔 後來 從那時候就開始關心這些 不管是他們還是美國的這些天文科技的競爭也好 發展也好 像大陸最近他們探測火星 他們的飛行器叫做天問 然後他們的火星車叫做助容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像這樣子一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國家 怎麼還會用這麼古典的名字 來命名這麼先進的東西 就是把一些神話帶到現代 那我就在看美國的 因為我是文的人 所以我就是看美國人他們怎麼取名他們的飛行器 像比如說他們有什麼挑戰者號啊 有什麼什麼毅力號啊 那雖然他們也有阿波羅 還有阿米迪斯 但是那個是希臘羅馬神話的系統 那我就在想說 我們剛才講的錢 講的投資 講的基礎科學 那如果說以這兩國 因為我還是回到這個中國細微觀察的這個脈絡 以這兩個國家比較來講 跟因為兩國的民族性 還有文化的不同 中國有沒有可能 趕得上美國 甚至超越 謝謝 這個問題可能也跟最後我覺得 我也想要問陳博士的一個 有一點相關喔 就是理性與感性啦 就是科學跟一個國家的國力 它是有相關的 它的相關程度可以很大 也可以比較小 那這需要非常大的資源 那回到陳博士剛剛講的 大國思維跟小國思維 以及在科學的競爭上 是需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但是又同時需要很大的資源 所以這個可以形成科學的基礎 跟導致非常高深的科學研究 但是它是形成這個國力的一部分嘛 也跟畢竟跟它的許多文化有關 所以我覺得確實這個問題很難 直接用科學的角度去競逐 誰優誰烈 因為誰也說不出來 但是結論是基礎科技力 基礎科學力是國力的一部分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但是人類整個社會演變至今 老師在書裡面 陳博士一直在書裡面講喔 是產生於科學研究的這個知識 也許我希望陳博士最後回答這個問題的角度 是從一個仙界的角度 怎麼說呢 他研究的不是我們看到的 中國細微觀察這個系列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面向而已 他是從一個觀察 億萬年前產生星球的現象 觀察到之後 在這裡面人類怎樣用有限的資源 有限的知識去追求它 從它的角度去看一個大國競逐 世界資源的分配的角色 以及他正好身處這個最基礎科學的 尖端這樣的一個角色去看 給我們一點點他的觀察與想法 不知道用這樣的角度來回答行不行 也當作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跟最後的一個結論 因為時間真的已經超過了 這樣可以嗎 請這個仙人喔 因為剛剛其實網路上好多人問 問說說老師您來地球的使命是什麼 我實在是無法問這樣的問題 但是大家都說 你顏值這麼的高 然後這麼的又懂科學 然後又有外交家的這個訓練 幫我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到底你是從哪個星球來的等等 那就請從仙界的角度 幫我們看看 我們這些俗世的紛爭 跟大國的競逐 以及台灣的機會好不好 謝謝各位 如此高超的讚耶 我想我可以從科學上我的工作來說看看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科學的出發點是共享 合作共享 我說過 當然我們之間還是會競合 競爭合作 都一直在進行的 就是人社會裡頭 一個group裡頭 一個群組裡頭 本來都會這樣子 但是科學這種東西 它的出發點就是 你一個定律 每個人可以去挑戰它 你永遠可以說這不對 那它會想辦法來證明它不對 是這樣子 才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一群日本人 他就說 你們的黑洞做的不對 我把你的data拿來分析了 我看不到你那個甜甜圈 然後他就發表文章了 我們黑洞團隊的一些人 雖然說他們都很想掐 但是我們還是很 還是按回答他的問題 就是說你哪邊沒有做分析 哪邊沒有做好 我們做這樣 我們做這樣 所以這是一種 你怎麼去 有理性的方式去討論一個問題 科學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定理 一定要去debate 要去討論的 用數學非常客觀的方式 去驗證它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事實上非常客觀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環境之下 一個客觀的環境之下 造成科學團隊裡頭 在不同的國籍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膚色 不同的性別 我們會work together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做的事情是 看的是未來 未來的 未來 我在說 未來是未知的 未知的 你就需要這些不同的idea 才會有creativity 創新是這樣來的 你如果說去學量子力學的話 你真的會覺得 怎麼會有人想到這種東西 但是就是想到了 這是一百年前量子力學發明的 發明是這樣發明來的 這需要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合作出來的 所以 科學上 合作 這是一定要做的 知識是分享的 那這些東西 這種原則上 剛好適合一種在比較 比較開放的一個社會裡頭 你看我第一個例子 Galileo 那個Galileo他就直接挑戰整個教廷 不對 你講的這種地心說 地球中心說這是不對的 他站起來就給你挑戰 因為我看到的證據不是這樣子 你怎麼說那對呢 所以他直接挑戰他 但是因為這樣子他就受到終身軟禁 那這必須要是一個開放式的社會裡頭 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希望科學會發生 在科學做科學研究 要科學家的訓練 這會在整個 整個會產生 對社會造成比較長久的正向的效果 讓社會更開放 更和諧 你總是要被吵架沒關係 但是我們要有個結論就是了 所以先人的指示 就看各位有沒有會跟 聽不聽得懂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總之 既盡又何 要知道別人資源下得多 也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請各位用掌聲來 謝謝我們的陳博士 謝謝 наверное